台風夜的大馬路上出現一隻牛 格外引人注目 2號晚間屏東縣嘉東鄉中山路上 竄出一隻牛在馬路上逛街 還差點被汽車撞到 路過民眾先將它綁在電線桿旁 以免亂竄造成用路人恐慌 接著村長廣播協助尋找牛的主人 不知道是誰家的牛跑出來了 因為現在天色很暗 我看一下有沒有誰知道這一頭牛 我們暫時先把它綁在電線桿旁邊 索性經過廣播後 施主急忙前來認領 順利把牛帶回家 不過中台山陀兒在中南部 持續帶來強風好雨 橫沉半島的後壁湖 整個晚上強風吹不停 樹木也被吹得搖曳生姿 雖然颱風還沒登陸 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出 截至2號晚間8點 台東及屏東的土石流 紅色警戒新增到44條 全國災情累計達843件 兩人死亡 102人受傷 兩人失蹤 死亡新增案件為 台東縣台九縣392公里處 在9月30號一名貨車司機 開車撞到路邊落時 經送醫搶救後宣告不治 另外一期死亡案件則為 花蓮縣消防局貨報 受風箱一名七巡老翁 在自家休術時不慎墜落身亡 今天全台灣仍然停班停課 提醒民眾非必要切勿外出 以保自身安全